《月光族怎么办?》 从分配开始试试看 文武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专言第21章 你知道圣经 最常谈论的主题是什么吗? 不是各种禁忌 也不是各样的罪 而是我们每一天 都一定会用到的金钱 在整部圣经里 关于钱的经文 高达2000多处 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 其他的话题 除了吃饭之外 我们还有交通、网路、房租 医疗等等 每个月都需要一定的金额 才能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 真言在这方面 也给了我们很务实的提醒 保护我们免于不断追钱 又不断被钱追的困境 让我们一起来读 真言第21章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笼沟的水随意流转 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行人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越纳 恶人发达 眼高心傲 这乃是罪 殷勤筹化的 足智风欲 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 就是自己娶死 所得之财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恶人的强暴 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负罪之人的路 甚是弯曲 至于清洁的人 他所行的 乃是正直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恶人的心 乐人受祸 他眼并不连续灵舍 泄曼的人受刑罚 渔蒙的人就得智慧 智慧人受训回 便得知识 义人思想恶人的家 直到恶人倾倒 必至灭亡 瑟尔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呼吁 也不蒙应允 暗中送的礼物 挽回怒气 怀中揣的贿赂 只惜暴怒 秉公行义 使义人喜乐 使作孽的人败坏 迷离通达道路的 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爱艳乐的 必治穷乏 好久 爱高游的 必不富足 恶人做了一人的暑假 奸诈人代替正直人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使气的 妇人同住 智慧人家中积蓄保物高游 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 轻负他所倚靠的尖累 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心骄弃傲的人名叫谢曼 他行事狂妄 都出于骄傲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手不肯做工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一人施舍而不吝息 恶人的寄物是可增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陷呢 作假见证的必灭亡 唯有听真情而言的 其言长存 恶人脸无羞耻 正直人行事坚定 没有人能以智慧 聪明 谋略 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所罗门说 智慧人家中积蓄保物高油 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是否有理财的智慧 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收入 是低还是高 而是在于我们领到薪水之后 能不能妥善地运用 让辛苦赚来的钱 发挥最大的效益哦 如果你是常常经历月光现象的朋友 鼓励你试试看 真言教导的简单原则 就是 永远保持 先分配 再消费的习惯 先拨出基本的伙食费 租金和储蓄投资等 有剩余的钱 再依能力做其他消费 相信在这样的原则下 你的财务体质一定会越来越稳健 也越来越有余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节制的心 永远保持先分配 再消费 拥有理财的智慧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拥有财务健康的原则 越来越有余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